有電影嗎? 戲癮是有的,而是不會拍戲 因為拍戲始終時間很長、很辛苦 而且也不想讓人感覺很不專注、很不專業 所以就不要拍了 你說要過戲癮很簡單 有些朋友都像我一樣 大家都喜歡做製作的 有些人喜歡做攝影就拿一部數碼相機拍 然後自己量度故事拍一下 開心一下、玩一下 那是否因為不用再做武器 所以不用再保持? 保持健康 有兩個原因 第一就是可能現在開心、幸福 只不然會肥了 第二個原因就是我都沒有刻意保持 以前是有刻意保持的 因為以前要出鏡,要好看一點 現在我發現 原來現在肥肥的 被人的感覺更敦厚了 穩重了 生意更好 所以呢 你也不是說不順滑 所以我怕我瘦回 整個死小孩這樣 更壞 你從小到大喜歡的女人 是不是好像婷婷一樣 我又不是 其實 童愛玲的女人 都不是 我小時候就 都沒什麼想到喜歡什麼女人 因為我小時候可能比較磁熟 小時候都喜歡看卡通 看龍珠 看足球小將 聖鬥時星矢 那些 就很少想女性 異性那些事情 是啊 所以我很遲才拍拖 這樣 你怎麼拍拖 我想我十八、九歲才開始拍拖 所以我拍那部戲很難拍的 我都不知道說什麼 是啊 那導演呢 很厲害 導演 搞到我好像很會演戲 還提名賣金像獎 我坦白地跟你說 我真的不知道在做什麼 他總之說 一按Action 你就抬頭看 笑一笑 然後倒下頭 這樣就可以了 那我不知道在做什麼 這樣就照做 拍出來剪一下剪一下 效果又不錯